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水 快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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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催大夫让他快点 好好好 我跟你说 带鞋的纱布千万别乱扔 把衣服处理干净 好 放进了 好 干吗 娘 娘 我不是你娘 您 您 您是我娘 怎么不是我娘了 你这个人呢 脸变得比猴还快 见事不妙你就见机行事 你告诉我 你把温达藏到哪里去了 别动了 别动了 你事情太短了 我已经叫人去请大夫了 你终于枪伤 你也说好 您好 你 心疼 你是不美 你咱们ues 你不愿意 自己的人 权吧 我就是文达 你过来看看我 看是不是 你真的是文达 我叫你自己硬 我叫你自己硬 等等 你九岁的时候 烫伤过一次 伤在哪里了 左脚脚背 赶快松吧 赶快松吧 你告诉我 是不是贺文大夏的时候 我中了贺文大的圈套 还有张宝勤 没想到 张宝勤 原来张宝勤 伤了你的心 你真的很喜欢张宝勤 那你就是贪恋贺家的 荣华富贵 要不然 你干吗来在人家不走 好了 你 别说了 儿子 你 你怎么回来的 你跑到哪儿去了 娘 你根本不关心我 我怎么不关心你呀 你是我儿子 你明明知道 家里那个人不是我 你还能容忍 跟他相处那么久 你明明知道 我在外面有危险 你也不是想法救我 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发现呢 等我们发现 他不是你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一直追查你的下落 是啊 是啊 我不信 每天朝夕相处 你们居然还给他骗了 你一定隐瞒了什么 那个人到底是谁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护着他 你呀 董事长 你误会老夫人啊 如果是护着他的话 怎么会叫我设计 把他绑架起来 追查你的下落呢 对呀 我们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 娘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剩了我一个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 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如果不是双生的话 为什么那个人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呢 我怎么知道呢 你又气死我啊 娘 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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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容我说两句啊 我跟随着贺家这么多年 老夫人是什么样的人品 我最清楚 她对东家年的疼爱之情 可谓是掏心掏肝的 知道家里面那个人不是你 她可是查不思犯不详 只想着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如果你这样错怪老夫人 那她一定会很痛心的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现在很乱 你绕一敬吧 好 一定有事瞒着我 总有一天我要找出真相 你的儿子还活着 你说什么 他却在何家 你说什么 你 你大点声啊 大点声 你 你不能死 你现在不能死 你马上给我活过来 活过来 活过来 小楠 小楠 大夫呢 大夫来了没有 黄茜 二爷 二爷好 您什么 您拿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玩意儿 拿着 我 怎么样 这是林祖刚从西洋带回来的好东西 省着点 省着点 我是吧 给你爹拿过去看看 让他开心开心 你爹好 我爹这两天吧 皮球点 也说不上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伤的原因 受伤了 因为什么呀 就是 那天好像是马匪头子闯进咱们家才受的伤 我也不知道 问爹也不说 问娘也不说 我也不好才问了 二爷爷 改天再带点这样的好东西 给我玩好不好 二爷爷 您怎么还晃神啊 眼镜太大 熏的 二爷爷 要不我先过去了 去吧 文达 马匪头子 吃饭了 吃饭哪 想什么呀 想大事呢 又怎么了 今天名声的孩子过来跟我说 文达好像受伤了 他受伤你为什么不吃饭啊 吃饭 你懂个屁呀 我跟你说啊 我感觉文达跟马匪有点扯不清啊 马匪 那怎么办呢 你先别吃了 你赶快去宝秦内务跟他说说话 我 我跟他说什么呀 让你一去你就去呀 你去看看文达在不在 省得到时候我去铺个空啊 宝秦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 您要回来啊 我们分开这么久 你还要和我分房住吗 最近发生这么多事 我只是想 安静一会儿啊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我叫你 等等 你说 他死了没有 不值得 那你希望他死 那你希望他死 还是不死 温达 人命关天 死 还是不死 死 一能活 啊 区 一定要 虽然 但是 我就是 那 不只 帅 我 他 你 他 我 于此 我 等等 来了 二叔 这什么意思啊 抱歉打扰啊 上次 马匪擅自闯入府中 我们想过来核查一下 贺二老爷的意思是 文达 是这样的 上次咱们家不是闯进马匪的吗 结果人也没抓着 这事啊 就不了了之了 你到底想说 干什么 那天晚上 你喝酒不是喝醉了吗 跟宝秦在屋里 我们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今天张大人说过来搜查一下 以防万一 你们以为我房间有马匪 你先别急嘛 不是说了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反正这个事也挨不着咱们 咱们就是配合张大人 例行公事 麻烦了 好 行 但是 马匪走了这么多天 你现在搜有什么用啊 能找到马匪吗 那就请贺东家把商衣脱掉吧 干什么啊 干嘛 干嘛要脱衣服 马匪在上次逃亡的时候 肩膀上曾经中了我一枪 万大 万大 对对 我跟你说啊 现在全城啊 都在搜查 肩膀上有枪伤的人 我们都搜过了 没有 你只要没有枪伤 你就不是马匪 对吧 你们以为我是马匪啊 这话怎么说的 不是讲的吗 是配合张大人例行公事 你们猜对了 我就是马匪 干嘛 何同家 请你把商衣脱掉 让我们检查 你不要乱说话 我开玩笑的 别当真了 脱了 行行行 这还真的 张不头 你咽吧 你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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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是马匪吗 我这说嘛 我们家文达 怎么能是马匪呢 来来来 真是糊涂 真是对不住 对不起 贺东家 多次打扰 还请谅剑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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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是执行公务嘛 不过说实话呀 我家可能真的来过马匪 以后啊 说不定还真要麻烦你们 分内的事 谈不上麻烦 有什么事 您吩咐就是了 没什么事 成长就告辞了 好好好 张大人慢走啊 不送了啊 好 走 没事就好 我先 我先回屋了 二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轻点 轻点 初姑 我听说这两天官府的人 正在查中了枪伤的人 这 你们记住了 他在风雨楼的事情 谁都不许说出去 尤其不能让贺文达知道 嗯 那个大夫 多给他些银两 告诉他 如果他走漏风声 小心他一家人的性命 哎 哎 把我屋里 动刀动简的东西都收拾干净 下去吧 好好 好 主公 嗯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你要是死了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儿子的下落 你要是死了 你要是死了 我就到阴草地府去找你 娘 有件事我想跟您聊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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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您找我 昨晚 你又把官差给找来了 哦 哎 是这么回事 这 这不上次马 马匪不是来过吗 这来了以后啊 我就觉得 我这心里啊 一直就不安 哦 你现在心安了 哦 现在啊 哎 现在心里安了一些了 哈哈 安了一些 二叔现在心安了 我可不安了 哦 桂权 哎 那你先回去吧 以后玩累了 找点正经事干 别禁给家里添乱 哦 那我回去了 嗯 嗯 娘 官府到家里搜查的事 我听说了 但有几点 我不太明白 你们为什么这样袒护这个人 还不惜一切代价 向官府隐瞒事实 您总不会还说 以为那个人是我吧 文达 你 你怎么把娘给绕进去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您那么聪明一个人 您就别装糊涂了 官府交匪那天 受伤的肯定是他 他带着那么严重的伤回到家 你们还敢说以为那是我 就因为那件事情 我们才猜出来他不是你 那您为何不把他送到官府呢 他威胁我们 说要杀了你 那你昨天还说都以为我死了 你 您越编破绽越多 你别瞒我了 他到底是谁啊 娘 您真救我一个儿子吗 我只有一个儿子 我最后问你一次 她是谁 我不知道 你不说 你不说我也会自己查出来 统长 干什么 统长他们来了 说有事找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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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啊 但我告诉你 我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的 咱们 你看我 你醒了 太好了 主播 谢天谢地 你怎么才醒了 小男 快去拿水 给 主公 吕死我了 怎不渴死你 能不能说话了 什么 说什么呢 听不清楚 行了 行了 你想好好养伤 我告诉你啊 你真是命大 你这一枪还好 没打在要害上 大夫说了 你之前那个伤口 也是枪伤 你还真行 不愧是马匪 刀枪不入的 子弹都要不了你的命 还笑 都这样了还笑 小男 赶快吩咐厨房 马上煮上银耳莲子汤 一定要加上红豆 红枣 花生 好补鞋 好 你赶快好起来 等你好起来了 你才能告诉我 我的儿子是谁 他现在在哪儿 你是想说是 你还真行 还会拿眼睛说话 那如果说不是呢 行了行了 别闹了 好好休息吧 我这儿 暂时还算是安全 我不会再让何文档 上海呢 二位 一早来这儿找文达 有什么事啊 文达呀 你的忘性 也太大了 那此话怎讲啊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不记得 你从北方回来的许诺吗 你答应过给我们分红 月供翻番 可这都好几天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啊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给你们分红啊 你这人 他翻脸不认人 我没说过的话 翻脸从何说起啊 你 平常你们吃我的 喝我的 用我的 还要分红 凭什么呀 文达啊 你这话就不对了 要是没有我们宗亲的支持 你能到北方去恢复关系吗 我去北方恢复关系 是凭我一己之力 你们能做成吗 凭你们能完成这个事吗 你们年龄比我大 平常我都让你们三分 如果你们想继续吃我的喝我的 你们最好聪明点 何况总有一天 我当了官 整个仆院都是我的 我提醒你们啊 穷不予富斗 富不予观争 你们年龄都那么大了 还争什么呀 温达 你怎么说话了你 赶快 赶快给两位宗亲道歉 道什么歉啊 何温达 你要好自为之 夫人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管教 管教你这个儿子 哼 温达 你何苦得罪他们呢 让他们觉得你言而无信 我没答应过的事 凭什么要我手心 好 就算你没有答应过他们 足中已老 晚辈里当凤阳 更何况只是给他们一些银两呢 这些银两是他们应得的吗 这生意谁做的 我贺文达做的 这帮老家伙 根本一点贡献都没有 这话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生意谁做成的 你我心里都清楚 现在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你为那个人打抱不平 我只是希望你公正一点 公正 你凭什么跟我谈公正 当我被关在山洞里的时候 你跟我谈公正吗 我被比上山当马匪的时候 你有跟我谈公正吗 别老感觉我对不起你 是你们对不起我 不是我不要这个家 是你们先放弃了我 自从我被绑架 你们没有救我那天起 我就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 这些老家伙是我家人吗 你 你算是我娘吗 我被那个人抓起来 虐待作乐的时候 你们在做什么 我差点被那个人杀死的时候 你们在做什么 你跟她在家里其乐融融 母子相撑 还把她当家里人了 别别别 千万别用这种无辜的眼神看着 浪费一泪 如果你是为了我 把那个马匪杀了 也许我真的会感动 不说 现在算了吧 你自己把她越来越可心 说唱了 如果你在天有灵 你就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了 货 何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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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回来啊 不在这等我 去哪了 你又来干什么 怎么了 你这开门做生意 我不能来吗 离我远点 别别别别 那我 我想你 想我 那天差点没把我给掐死 想我谁信呢 你是觉得我傻还是你傻 还为那天的事生气呢 楚楚 那天的事真不怪我 你想想看啊 我的女人 心里还搁着别的男人 让谁谁都不痛快啊 那怎么现在又好了 脸变得比狗都不快 因为我已经把那个鬼给杀了 从今往后啊 再也没有人跟我抢你了 你呢 很快也就会忘了 真的 你杀了他 没有 他中了我的枪 再加上回的枪伤 就是不死 都成个废人 怎么了 哦 心疼了啊 如果 如果啊 如果他没死呢 就这么算了 肯定不会 今天啊 我先不说这个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关乎我贺文达下半辈子的大事 要找你商量 等这事办完之后啊 我一定亲眼看着他死 我 我说你今天怎么对我托人这么温柔 你说的重要的事 是不是买官 还真是的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哎 楚楚 那么多年 咱们斗斗嘴 离离合合都好几回了 现在 转一圈回来 还是你最好 你是最能忘我的女人 等事情办了 我一定正式把你 把你迎进贺家 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跟你啊 还真是一种人 都知道对方要什么 也知道该怎么给 简单公平 互不相欠 哎 怎么我这辈子 就碰上你这么个冤家 真的啊 是不是真的 讨厌 我怎么讨厌了 你说我讨厌 这 怎么回事啊 这你还不知道吗 这 怎么那么巧啊 哎呀 真扫兴 哎 哎 你那么快答应我啊 不会骗我吧 我骗你干什么 我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骗你 那我要的东西呢 哎 我的好处处啊 你有务实之心 我有无名之心 举佩 下次再来啊 侧姑 我們去何冬甲 楚姑 唉 她怎么样了 还没醒呢 但是好多了 现在已经疼得不那么厉害了 吓死我了 楚姑 我多句嘴 这何冬甲自从山上回来以后 现在变得更自私更过分了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帮他买官啊 为何不断了这孽缘呢 买官 是为了拖住他 拖住和贺家的关系 你别忘了 我的儿子还在那贺家手里 等光文一到时候 我就会让他一场空 老夫人 冬家这几天好点了没有 两个一抹双生 一抹一样的孩子 为何要遭遇 手足分离 经历如此不同的人生 老天为何这么戏弄他们 兄弟相见反目成仇 怪我 都怪我呀 老夫人您不要自责了 这就是命啊 命啊 这就是命啊 不知道那个现在去了哪里 还好不好 那几人自有天相 老夫人忘关心吧 虽然他不是在我身边长大的 但我就是放不下他 觉得愧对他 这个秘密 我只能带到棺材里了 你醒了 小楠说你现在已经能说话了 是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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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他 他现在 还活着 活着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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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后家 是 楚楚 老天不负你 你也是个有家有儿的人 你的儿子是 等等 等等 啊 啊 这导案 你等了十几年 你要坚强 你 他就是润生 润生 是 是 他就是 你跟贺文大的儿子 这是金普贺亲口告诉我的 当年他收买了春娘 把润生带进贺家 名义上 是裴薄的孙子 可不得 那你告诉我 当年 是不是张宝勤 偷走了我的儿子 不是 他应该不知情 到现在 他也还不知道 对 如果他知道 润生是我的儿子 他就不可能对他 暂时如己愁了 你误会他了 他也是一个 被假下蒙骗了的女人 操纵你们命运的 是金普贺啊 金普贺啊 是 金普贺啊 金普贺啊 是 金普贺啊 主公 你怎么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是不是气你了 我一会儿教训他去 我的儿子 是润生 润生 就是那个贺家的下人 十几年间 我生产的那天 在山上 余生了麻飞 我受了惊喜 我晕过去 后来 后来春天告诉我 我 衬下的是死 他 其实 是让贺家的老夫人做了手脚 派人 抛走了我的乡 然后 我 被当成贺家下人的孙子 给养在了贺家 对啊 这个润生 和贺明生 年历相仿 而且 这长相 还真和贺文达 有几分相似呢 哎呀 咱们怎么早没想到啊 咱们把这精力 全都放在贺明生身上了 把其他的全都忽略了 我 我怎么就这么傻呀 要不是他 要不是他告诉我 恐怕我这辈子 都会和我的香儿 永远地擦肩而过 好 楚姑 你看啊 香儿现在不是长大了吗 又当上了捕快 你应该替他高兴才对呀 咱们去找他吧 走 江南 你说 是 他会愿意认我吗 你怎么知道 他润声是怎么想的呢 走 不不不 不不 我现在不行 我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去见他 我没有准备好 不行 楚姑 那你能忍得了吗 不要 不要让他看见我 我就 我就远远地看着他 我就看一眼 去那边问 好的 跟上 好 好 好 楚姑 就让他这么走了 要不 咱们就追他去吧 不要 说了 只是看你 楚姑 先前你为了认儿子 那么勇敢 在动机场上 你冲上去就像祥儿 拦都拦不住 半夜里还拉着我去刨坟 你还当着喝家那么多人的面 滴血认亲 你那时候那么勇敢 现在 祥儿就在咫尺 你怎么反而退缩了呢 这可不像你 我不像 因为自己卑贱的身份 而怜悦了祥儿 我居然认识 陷气厌 不如 我 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 站来吧 诸 老天爷对我不保 让祥儿 竭尽康康地成长 好 到你到 是 是 你 如果有一天我白了头发 如果有一天我跳光蕾芽 如果有一天我无法说话 如果有一天我记忆很长 如果有一天我脾气很大 如果有一天我皱纹满家 如果有一天我步履脱淡 如果有一天我冰冷浮华 回忆像落叶却过我身旁 抓不住瞬间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无中一切都期望 不敢奢望却还迷惘 你会不会觉得悲伤 你会不会把我在胸膛 你会不会用泪好多好 还是你倒把我忘 你是否还对我向往 你是否还会对我说谎 你是否还在我身旁 还是你早倒把我忘 还是你早倒把我忘 回忆像落叶却过我身旁 抓不住瞬间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无中一切都期望 不敢奢望却还迷惘 还是你早倒把我忘